立正 陸戰九九旅 聯合當作戰拋演 總統一等講話 各位海軍陸戰隊九九旅的弟兄姊妹 大家好 目前演訓中的情況 發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故 造成了陳志榮上市 蔡柏宇上斌兩位英勇的弟兄的殉職 以及阿瑪勒道卡杜中市租源中 此外 楊昌霖少校也離開了我們 這不僅是國家的損失 也令所有的國人同胞都感到難過 尤其是這次發生意外的弟兄 都是各位朝夕相處的同袍 大家一定是更加的悲痛 所以我今天來到這裡 就是要替各位打氣 加油 國家需要國軍 國軍需要陸戰隊 這個守護國家的任務 一刻也不能夠停下來 剛剛我也先到 先向兩位殉職的弟兄的家屬 致意哀悼 隨後也在醫院中 探視了昏迷的弟兄慰問家屬 我也要求國防部 一定要全力照顧我們國軍的弟兄姊妹 尤其在這次意外事件中受傷 或者殉職的同袍 都要給予最好的照顧 也要給家屬最大的協助 我知道意外的發生 失去弟兄的傷透 以及外界的各種聲音 一定會造成影響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我們一定要穩住士氣 堅守崗位 雖然我們的弟兄姊妹殉職受傷 但陸戰隊的堅強鬥志 會持續傳承下來 我們各位陸戰隊的士官兵 擦乾眼淚 堅定的 勇敢的 為我們的陸戰隊 國軍 以及國家 我們一起繼續流汗打拼 我要告訴各位 身為三軍統帥 我一定會和大家站在一起 共同流汗打拼 克服所有的挑戰 大家要記得今天 用最好的表現 全力完成每一次的任務 來滅懷我們殉職的弟兄 勿忘初衷 努力加油 謝謝各位 掌握 掌握 勇士掌握 勇士掌握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敵人 們